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有些单张 这些单张是说 很多的的士司机除了皮肤病是有问题的 我们上习讲过 体质差 有些特奸的 持15个小时不够休息 所以很多的士司机都穿凉鞋 起码脚干爽一点 除了闪戒賴 例如有些违病 跟他的生活起居 工作的问题有影响 他们有很多时候 原来他最经常是糖尿和大脏抛疹 即是俗称的生死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讲糖尿 糖尿很明显是疑线功能问题 以前是疑线 疑线 疑线 因为血糖的水平 两个内脏比较关键 第一就是 肝 是对的 肝 因为他会分解为糖原 glucol 和glucol 和glycogen 这两个是互相转化 这个是代謝 如果你吃太多糖分 他会放入肝里面 第二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问题 胰岛素就是胰植 胰腺分泌 但当糖尿病有两种 第一个是一型 第二个是二型 一型是先天胰腺没有办法分泌恰当的胰岛素 这是先天问题 二型是长期吃太多 饮食问题 导致糖分超出你接受的水平 肝脏没有办法做到代謝之后 胰腺的功能迫着要下调 所以二型糖尿 无论一型二型都是胰岛素分泌问题 西医会针对胰岛素或者降糖药来治疗 中医会怎样看呢 以前古代称呼为消殻 因为我们会针对由症状入手 然后归纳到哪个内藏出事 消殻有三种 一种上烧 中烧 下烧 上身 中间 下身 无论端烧的代名词 缩米烧 缩一烧 因为烧的意思是令到你消瘦 因为它会不停不停在高血糖状态 会侵蝕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身形 体型 你的精力 你的 energy 你的神经系统 你的不同系统的功能 它会不停开始消减你 消殻 殻是什么呢 很简单 真是很颈殻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糖尿病的人又大食又颈殻 贵肉 接着就会出现体重消减 就是不同类型的问题 越吃越多喝越多 反而身体的体重下降 绝对是 反而下降 为什么喝呢 因为是消磨 它会消磨你的物质和能量 能量物质手衡问题 但正常物质和能量会转化 但它一起会消减 因为它不能够应用到你的糖原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治疗法则就是 飲食上 第一 肌肉脂肪全部都被烧光了 第一步 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 吃这么高的硬质汁 要减碳水化合物 这个饮食上 第二 一定要先割糖 糖分越低越好 因为你过分高的糖分 你就会导致皮肤壞 你会导致眼睛出问题 你的黄斑和视网膜会出现问题 你会远端肢体和神经侵害 甚至一些周身的痛症麻痹 以及一些闪电类症 或者坐骨神经痛 或者任何一条神经都容易出病 闪电毛 不知道是什么 闪电类症状 是什么 坐骨神经痛 尤其是司机大佬 不知右脚踩什么 左脚踩什么 用来用去 或者如果自动波好些 如果用棍波那些 譬如开其他车 就是重型车辆 对 你的屁股 大转子 骨骨 盘骨 位置 正常情况 那个人没有糖尿病 你可能可以用多20年 你有糖尿病 神经差 肌肉差 不同筋膜位置 特别紧 可能两三年 已经出现相关症状 所以特别多神经痛 糖尿病的问题 一定要针对皮肤和神经系统 OK 又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知道中医如何医糖尿病 是否有糖尿病 还是针刺 针刺 针刺可以立刻降糖 但是指标 是的 一针即降 包括电压 我们好过去 你快点帮他有洩气 看看有没有糖尿病 血糖可能OK 但是我们的治疗 我可以实在跟你说 如果谁能够真正和这个世界说 我能够断尾医糖尿病 就是诺贝尔 是没有可能断尾医 西医的治疗 也不是断尾医 是控制的 我们中医的治疗 是针对体质改善了 但是我们是减慢它的退化速度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刚才说的肝和刚才说的疑线 在中医的角度是什么 这是消化系统 中医针对肝材三消 就是肺、胃、身 这三个位置 你搞好这三个位置 症状改善 然后它会减慢它的退化速率 但是我们不是直接针对疑线 因为中医不会有这个词 是朱环尼 是朱环尼 但是我们以前说的 都是脾胃系统主要关键 我们改善了脾胃 改善了消化系统的机能 我们就会减慢它的退化速度 一型糖尿病 好一点点 但是记住 我们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 无论任何人 如果你真的发现糖尿病 整天手指、脚趾烂 然后伤了那些伤口 好极也好不了 每天都要按手指 厌血糖 每天看着血糖水平 不可以超标 空腹血糖 就是我们说 之前不要吃东西 之前两个钟之内 就要不要吃东西 你的数字大概不要高过六 或者六点多 如果你一碰到这个位置 证明你的胰到素降低了 你不能够效果去分解 糖分 这个非常重要 它会衍生皮肤问题 甚至现在有些研究 它会证实了 如果你长期高血糖的水平 甚至会产生癌症 我见到有些人都截肢 其实都是因为糖尿病的问题 通常我们见主流 因为如果你坏死 我们叫做坏椎 或者一些要截肢 血管位置已经枯了 其实是不是因为糖尿病的问题 令到血管 很大多数是 是吗 血液里面的糖分太高 绝对是 它会浸烂 浸烂血管的神经 现在这个年代 通常都是血糖引起 但是你说二次大战 一次大战 那些都不够吃 没理由 但是那些是冻烂的 就是我们最出名的 是苏联军队远征德军 不是德军远征 远征 远征 先去莫斯科打完 先去莫斯科 先去莫斯科 施达林格勒 然后打到手指和脚趾掉 那些会冻出来 一样会 因为会坏神经和血管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 就不是了 这个年代通常是血糖问题 血糖问题 那我想问多利大夫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血糖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关于基因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一型糖尿 我们相信和遗传基因 是 因为有些朋友二三十岁 都告诉我 他有糖尿 个人瘦了 臘腸 是 然后又什么都不能吃 又不喝可乐 待会有代糖 那些 那类就真的 但二型的话 真的是后天吃出来 所以我们无论 你一型还是二型 都好 真的忍一忍口 如果你忍不住口 你仍然是高血糖水肥 你的疑伤 无论多强 你都要用尽的一天 是 所以饮食不好 因为遗伏太多 根本是消化不完 超出了你接受水平 即是香港每天150个 就像血糖问题 是的 所以你再加不够了 会爆了 是同一样东西 任何一个器官 或一个位置 你都会有超出你负荷的水平 你一过了 你就糖尿了 好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戒口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或者这个条件性的问题 一定要戒口 你不戒口 说什么都假 你又不肯戒口 然后你继续吃着钢糖药 打着胰肚素 用于中药条理都好 你不会帮到这件事 因为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执行出来 条件性 即是一定要起居饮食均衡 是的 一定要均衡 最重要的是 注意自己的饮食 会不会偏糖太多 是的 喝茶酒 再加多两斤砂糖 那就死人了 是的 奶酱多 狂折 煉奶 也会死人 所以我们香港人惯性 港式奶茶 咖啡 我自己真的建议 大家不介意喝齋啡 齋啡 其实是OK的 都利料 利料 过多会影响神经系统 和神器 但如果你恰当的饮用 现在很多研究认为 它甚至对癌症有抗癌效果 嗯 茶也是 很养生的 但你喝太多会着胃 但其实你喝少少 但你不要加糖 大部分的饮品 你都不要加糖 是 习惯了低糖的饮食 低碳水化合物 然后你身体会慢慢好 包括你的疑线 肝脏 它会回復的 任何东西都会的 身体有治愈能力 嗯 我们有一个鄰近的国家 当然不是在北方那边的大灰龙 而是在南方那边有一条小龙 那条小龙 他就说 有些高糖量的产品 不准卖廣告 你有听过这件事吗 有 有 听过 他什么都不准 对 什么都不准 今天又乱说话 那条小龙 小孩都没搞不定 对 就来搞我们 真的离谱 你说这个法制问题 他说不准 是为国民的健康 但当然 我们仍然相信 一个自由社会 其实任何人都有选择的余地 但我们会给一个建议 医学建议 但你说是否应该一刀切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如果你说糖分 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呢 大家如果有记忆南北战争 为什么会打呢 其实和遮断田的一个争夺战有关 其实糖分的产生 会不会导致人类进步呢 我们在历史角度认为不会 但它真正令到进步的是商业行为 还有糖分是令人开心的 开心 文化上的促进也是靠它 对 文化促进 但不是真正的大进步 但糖分其实是一种副产品 我们说它不是必须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 盐其实是必须的 是 盐是必须的 没了R-Dine 我们会大颈泡 大颈泡 或者Sodium 不够它心脏 或者神经系统弱化 说一点点给大家听 其实香港曾经在糖的供应 对全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我听过 因为我们有糖厂街 其实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马拉雅那些地方 用了一些甘蔗 然后就运来在香港 练堂 练堂 即是恒销回到欧洲 香港真是很厉害 一百四几年 很多欧洲的贵族 都是吃过去香港生产的糖 是啊 他们要high tea 都是靠我们 法国的甜品 都是用我们在太古糖厂街里做的糖 哎呀 香港人真是志豪 没错 好奇妙 我认为糖尿病 其中一件事 大家可能在冷知识 一知古代的人 会找到 就是在你的底褲和磨尿 里面发现大量的买衣 才知道有这一样 是一些结晶 是的 那我们休息一会 先回到第二节 烈大夫中医教室 我们来讲大壮抛震